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卡蜜动漫 假面骑士由于谋逊的引进 已经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圈子了 但对于绝大多数不熟悉特赦的人来说 假面骑士还是过于小众了 甚至很多喜欢看新翻的二绥爱好者 也会对拥有庞大系列的假面骑士无从下手 那么问题来了 新人入坑骑士系列要按照什么顺序呢? 假面骑士分为昭和平成 以及最近刚刚播出的令和骑士系列 由于画质、特效等原因的客观存在 新人入坑我是不推荐从昭和骑士开始的 而平成和令和因为是无缝衔接播放的 所以风格上基本保持一致 如果是完全没有接触过骑士的纯新人的话 我推荐可以从最新的假面骑士Zero One开始 从追翻开始 逐步感受骑士的魅力 相信皮套设计、剧情情节都极为优秀的Zero One 绝对能让新人逐渐爱上骑士 在追Zero One的同时 我认为可以同时去补同脚本高桥优野的假面骑士XZ XZ的剧情可以说是新十年骑士中最优秀的一部 从十几集开始剧情就开始爆炸 二十度集开始几乎几集都像大结局 再加上从骑士中融合了游戏的元素 可以让观众产生共鸣 几个演员的颜值也都在线 用来入坑绝对是再适合不过了 第三部骑士 我推荐假面骑士Do Live 老司机虽然前期慢热 但只要坚持到17集 绝对能让刚开始接触骑士的新人 体会到骑士除了剧情之外的东西 不仅是主角 甚至反派也同样拥有非凡的魅力 当然老司机的剧情也是一等一的棒 第四部骑士 我推荐假面骑士Do Live 骑士系列单元剧的巅峰 双主角的设定也非常有新意 而且除了最终形态外 皮套也是帅的不行 第五部骑士 我推荐假面骑士Oz 和Do Live相似 都是双主角皮套帅气 剧情虐得不行 放到现在绝对会被犯券血洗吧 第六部骑士 我推荐假面骑士Files 名鬼还算正常时候的作品 人际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塑造 极为出色 堪比韩剧 打斗和骑士T 个人认为全骑士最帅 第七部骑士 我推荐假面骑士Agito 看完了虐恋的Files 来尝试骑士第一剧情作 绝对再适合不过了 一个进一个大坑 一次不完 绝对会让新人感觉无比舒爽 第八部骑士 我推荐假面骑士龙骑 小林阿姨风神作 也是第一部讲述骑士战争的骑士 风神动漫《魔法少女小园》 就是参照其剧情设定 可以说是骑士中 非常另一类的一部剧情作 第九部骑士 我推荐假面骑士剑 个人认为是骑士设定中 最为出色的一部 从铲出的梗就可以看出 剑在骑士中的地位 第十部骑士 我推荐假面骑士空我 第一部平成假面骑士 贴近现实的设定 加出色的人物塑造 把它放在第十部来补 我觉得主要因为是剧情有些平淡 虽然很少能坚持下去 但作为骑士粉 空我是必须补的 以上十部 我认为是最适合 让戏人入坑的 剩下的作品 其实也各有特色 喜欢帅气皮套的 可以补假面骑士Bildo 假面骑士Kiba 假面骑士Wizard 喜欢看新奇剧情的 可以补假面骑士Kaiu 假面骑士电王 喜欢看装逼的 可以补假面骑士Kapto 假面骑士Dikaiido 喜欢看青春热血的 可以补假面骑士Fauze 喜欢看黑神残的 还有假面骑士Amazons 这样的新系列 假面骑士小鬼 由于中期换了编剧 所以剧情上会有割裂感 但仍然是一部 不错的作品 如果新人已经 补完了以上所有作品 那么假面骑士Ghost 和假面骑士石王 建议也顺便一起看了吧 虽然有些懒 但作为一个 已经看完20部骑士的 资深粉 还是有必要补完的 平成废宅骑士补完之后 也不妨体验一下 昭和骑士的硬派吧 手推自iab 好了 以上是我个人 推荐新人的补饭顺序 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 去补骑士 那么你就是我 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希望大家能给个三连 当然如果你实在是要白嫖 那也发条弹幕 真大光明的白嫖吧 这里是卡蜜动漫